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圖 圖語人 就是我自己是一位設計師 那我大概從事設計大概15年的時間 那我從事的設計都是 現在從事的設計都是比較跨國企業的專案 那就是比較有 就是比如說商品 商品開發出來之後 那可能要行銷到各地 那我所做的設計 是從前端的開發一直到後端的行銷 比如說你商品開發出來之後 你要進百貨公司 或是你要自己開獨立的店 或是你要做什麼 那我都會就是從一開始的規劃 產品的規劃就一直到後面 那整體的形象跟整體的行銷 跟整體的包裝 全部就是一致性的 那今天的主題 就是打造商品的形象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要針對就是商圈 那商圈的形象 我今天有幾個部分講 第一個部分是 我去國外考察的一些案子 就是我去看的一些專案 那當然那個專案非常多 那我就舉其中幾個例子 那這個部分我等一下會做一個說明 OK 好 那我想在台南這個地方是一個文化之城 我覺得就是意象很明確 就像你去泰國一樣 泰國的東西就是很明確 那台南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文化的古成這樣 遺留下來的一些這些文化 那這些文化當然我們可以把它變成商品化 但是這些東西要把它變成賺錢 這件事情就是會不容易 就是我們要把概念變成錢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做的東西啊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設計 幾乎都是用設計在看報表 就是我要設計的東西到底要能夠看到多少錢 那我覺得商圈是一個 一個小型的一個 一個 嗯 百貨公司啊我覺得 它就是什麼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整合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整合 而且要整合出一個自己 這一條商店街的一個特色出來 OK 好 我們我今天會從幾個 等一下 我今天會從幾個角度 第一個從消費的角度去探討設計這個塊面 那再來就是市場它需要的需求 再來就是有什麼樣的創意的東西 可以想出來 那再來就是我的案例分享 但是我會從這裡面 你們不是有一些 就是有拿到講義嗎 那講義裡面有一些 就是我有給你們一些內容 你們大概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說商機啊 商機的部分就是 你要有商機必須要考慮什麼 你要考慮的可能就是 生活的需求 但是概念的需求要轉換成生意 好 這件事本來就不容易 好 就是你有需求 但是你不曉得用什麼概念來賣 好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鳳梨 好啊 鳳梨很有名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把鳳梨這件事情 但是不要再做鳳梨酥 會做其他的 好 就是可以開發其他的產品來做 那開發新的產品 就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生活需要什麼 生活需要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可以量產 我遇到太多太多的客戶 都是他說我的手工很讚 我的手工非常好 但是手工好沒有錯 但是他東西都一點點 不是說他不行 是做出來的東西無法量產 等你想要跨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再去買設備 假設還要設備還要什麼 我今天會舉一個我自己的案例 就是你自己想到的概念出來之後 好啊 一個兩個 或是100個都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到1000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 好辛苦喔 就像老董牛肉麵 他在台灣做得非常好 去中國大陸之後 他一天可能在台灣1000多晚 就已經很厲害 那他去那邊一天 就是一個中午 大概一個量要6000 你知道那怎麼做 那個東西就變成你要機器化 但是機器化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口感會變 就是你的口感會變 所以你必須要再去堅持你自己本身的口味 或是條件 那讓這些條件能夠驅動你 再去讓機器化的東西進階 就是等於說 東西還是機器出來的 但是哪些部分是要保留它的原味 所以在這邊很重要就是 你要有商機其實就是可以量產 這是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對的市場 我剛才再補充一個就是 為什麼量產這個很重要 搞不好你覺得這個商圈可以 但是我到下一個商圈的時候 它搞不好也可以 當你量越來越多 或是有些人找你加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很累 你一天好像就疲於奔命 因為很多東西你要重新開始學 所以我現在的客戶 開始找我在做設計的時候 我先評估它的商品 我會先評估它的商品 比如說賣相 還有感覺 再來就是它可不可以量產 那比如說一開始沒有辦法量產的時候 我就會跟它講 你應該要先去學什麼 學什麼學什麼 所以你要先去看設備 你要去看哪些東西 那之後你才有辦法去做到量產的這個動作 那再來就是你要找到對的市場 那對的市場對商圈來講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一個商圈裡面有很多東西在賣 但是很多東西在賣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是要找出自己本身的特色 或是說有好 我們裡面有一個產品 比如說蜜件 好可能全部都有人在賣蜜件 但是你的蜜件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展現出來 就是說同質化的商品 但是你還是要把它區分 就讓這一條街更越來越有味道 OK 好 這是對商機的部分 所以在每一個地方 就像比如說你賣臭豆腐好了 但是你的臭豆腐非常特別 那這個臭豆腐不是只有在 不是只有在這個 不好意思 就是不是只有在這個商圈可以賣 搞不好到其他地方也可以賣 所以你要做對的市場 就等於說你要先做對的產品 你的產品對了你到哪裡都OK 我自己有一個產品 就是在中國大陸 就是到哪裡都可以賣 不用換口味 好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開始 一開始就要去調整好的東西 就是你要先看得到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再來就是設計 就比如說你到底是做新的商品 還是叫做創新商品 新的商品不一樣 比如說你把鳳梨酥改口味變成 就是變成抹茶鳳梨酥好了 這個東西就是進階 它只有進階 但是你要創新 搞不好它就不叫鳳梨酥了 連鳳梨酥這三個字都要改名 它就變成是一種創新性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要能夠創新 再來就是 有很多人買你的東西是 馬上可以體會你要幹嘛 就是馬上體會你要做什麼 所以你要做到馬上有感受馬上有感覺 所以有些人是 比如說我等一下會舉例一個糖果的例子 就是賣糖果 那它糖果有什麼 大家都在賣啊很多一堆 但是糖果有什麼特別 那你就要想出易於體會的東西 就是讓人家馬上有感受 那再來就是你要單一思維 你賣糖果就賣糖果就好 不要又要 又要賣鳳梨酥 又要賣太陽餅 又要賣什麼 可能 你都可以賣 但是我覺得 你剛開始做商品的時候 比如說一家店 最好它就是單一思維 就一開始就是 只要單一思維就好 因為這單一思維有多重要 可能人家唸一個店名 周四瞎捲 可能就是知道他在賣瞎捲 就是很容易 那當你一個店 都搞不清楚你在賣什麼的時候 就是唸不出來賣什麼 賣什麼 賣什麼樣的產品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叫單一思維 這個東西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產品複雜化之後 消費者沒有辦法去找到一個定位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設計裡面要去思考的 那之後要做創意 創意的東西啊 有很多人做很多東西就是 他可能在想說我東西要很有創意 但是創意不等於賣錢 我們設計師常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都是做自己爽的事情 就是每天都在做 就是看起來很讚 但是不一定會賣 但是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 他是感性的訴求 創意有時候是感性的 但是他就不會多此一舉 就是你要做得剛剛好 我舉例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今天如果 我們假設這個是一個杯子 一個杯子它都沒有印刷的時候 都沒有印上去的時候 全部都是白色 好啊 白色上去的時候 他會覺得那個杯子啊 是很OK的 就是大家可能一百個人會買 一百個人搞不好一百個人都覺得還不錯 好 當你印刷品印上去之後 剩下五十個人 為什麼 因為搞不好他會對這個東西的喜好度 開始有影響了 就等於說 有些人覺得 啊 我要印一個異載精神 哇 大家 大家會覺得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為什麼 看多了他不想再看 他寧願去走一走 那但是你寫四個異載精神的時候 搞不好大家還可以 那你印圖案上去 搞不好很多人就不要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講法 那有些東西 你在加上很意象很抽象的設計上去的時候 好 這東西只有設計師或藝術家 他會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好像不錯 好啊 但是一般民眾他不會喜歡 好 因為他看不懂 沒有辦法 就是你的包裝沒有辦法溝通 好 那沒有辦法溝通 其實做包裝不是說 你每個東西都一定要做到 很降氣的那種包裝 而是你要把包裝做到能夠溝通 好 你沒有辦法溝通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會變成是一種流於形式 就是等於說 我們一個空間裡面 就是叫裝潢的師傅來裝潢一下 好啊 好 釘天花板啊 做壁面啊 好就是那種制式的方法 但是我們可以想說 裸露的天花板是不是很讚 根本不用做 又省錢 但是又可以把它做得非常漂亮 好 這個東西叫做不會多此一舉 你的包裝也是一樣 你要做到不會多此一舉 這件事情還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要很能理解 什麼樣的商品做下來 是剛剛好 好 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的 你如果要做創意的東西 就是 要比基本款更好 比如說這個杯子 一個杯子 是一個白色基本款 好漂亮喔 就是怎麼樣看都很素雅 但是你要加圖案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沒有比基本款更賣的話 這個東西不要生產 好 就是你要覺得這個東西加上去 真的是讚的 好 那你才要做 那再來就是 就是價值魅力 創意行銷 就是你的東西 或許加上了一個文化之後 這個東西不管怎麼賣都行 好 就像LV的包包 它出現 只要是 不管什麼樣的圖案在它的手上 它都可以賣 即使那個圖案我們看起來很醜 大家都會覺得說拍拍手 哇好讚喔 就是LV的就是讚 你說到底是LV讚 還是這個品牌讚呢 還是這個圖案讚 或是我們的感覺讚 那個東西就是變成是品牌的魅力 那這個東西就是它有價值 就是創意的時候它有價值 LV最近就是 今年不是找草菅民生來做 就是日本的一個插畫家 那他不是做一個紅點紅點紅點 有一個很像那個章魚的圖像 我今天沒有帶過來 但是他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之前春上榮不是幫他設計櫻桃包 好 那櫻桃包好看嗎 我今天如果撇開品牌 他就不好看 他對我來講就超醜 好 但是對很多消費者來講 他就LV的東西都覺得讚的 好那就是它本身的品牌有價值 但是把櫻桃包拿去雜牌賣 他真的就變成很雜的雜牌 一定可以